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今天要讲的下面一点 我们要讲权贵贵族 也就是说呢那个等级贵族呢主要是打仗的贵族 但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以后 那个时候欧洲的贵族的风格或者结构又位置一变 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封建社会后期 他们的贵族名字叫权贵贵族 因为到了封建后期啊 由于贵族等级内部的分化和新性贵族的崛起 又使得原来的那种明确的方法来确认贵族的标准 又变得不适应了 人们开始建立一种超越血统 超越特定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方法 而以权势财富和文化来重新确认贵族 你比如十六世纪有个作家这么说 说意大利德国还有法国的法律和传统告诉我们 不按照贵族那样生活的人 不得享受贵族特权 这就是说呢 这个标准又开始变成模糊起来了 他们提出一个非常不能确定的东西 叫做贵族生活方式 实际上是贵族的文化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法律也规定 任何贵族啊成为穷人 而不能维持其贵族地位的时候 他本人这些子女 他的儿子都应该降为平民 这什么意思啊 没钱了你也不能当贵族 第三个情况出现了 原来没有贵族血统的人 可以因其权势的争夺 而要么去购买 要么被社会承认 取得一个贵族的身份 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这种东西叫社会流动 这导致了等级贵族 向权贵贵族的转变 三件事 一件事呢 要有文化才能上贵族 第二件事呢 没有钱不能当贵族 第三件事呢 那些本来不是贵族的人 可以用钱 或者用其他方法 来为自己 获得一个贵族的称号 那么这就意味着 等级贵族集团瓦解了 新产生的贵族 权贵贵族 不一定打仗 为他的结构 太正 什么是原因呢 导致等级贵族 瓦解的原因呢 有很多种 首先 贵族所掌握的行政权 军事权和司法权 这都是国家的政权 随着皇权的强大 这部分权力 渐渐的被国王收回去了 国王派官吏来担任 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贵族没落了 第二个情况 财义制度瓦解 领主 附庸关系衰败 领主呢 就渐渐的向地主转化 不让他们打仗的 假如国家建立了正常次序以后 没那么仗可打了 那个情况呢 他们就不叫领主了 变成地主了 还有领主是什么 领主意味着在领主 附庸制度下 我给你一块土地 你为我打仗 现在我不再分封了 土地已经私有化了 那那个领主钱就讲不清楚了 第三个情况出现了 就是那个军队啊 不再依靠领主附庸制度 而是靠雇佣军 雇佣军是专门打仗的军队 他打仗的效率比较好 你只要给他钱 他就为你打仗 这样一来呢 贵族就不一定要去打仗 那贵族不打仗做什么呢 他怎么还能当贵族呢 所以他渐渐就要学文化 学管理 他争取去当个官僚 这个一种情况的出现呢 就使得等级贵族 这样一个特定的一种结构呢 就瓦解了 带子取而带子的是什么呢 是叫做我们叫做权贵贵族 那么现在贵族处在非常尴尬的十字路口上 一方面雇佣军啊 中央集权啊 中央政治啊 官僚化啊 他是否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剥夺了他们很多的传统的权利 另一方面 他们还要继续维持下去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开放 开放给谁呢 开放着有权的双人 开放着有权有势的人 开放给一切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新的权贵贵族呢 它是由几部分来组成的 一部分就是原来旧贵族 他们本来是等级贵族 但是他们衰落了 但是他们还是贵族 他们只不过要求他们学一些贵族文化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 不是旧贵族 而是新贵族 这个一批人里面呢 有一些是从农村来的 有的呢 他们是农村的乡胜 他们呢 有的是有贵族封号的 有的是没有贵族偷鞋的 但是他们在农村是有钱啊 他们是地主啊 所以这部分呢 也加入了权贵贵族的阵营 那么比如说 十六十七世纪呢 这些旧贵族呢 过的生活特别的奢侈 其实他们没钱了 他们还要过贵族生活 比方说有个人这么写道 他说有三件事毁灭了贵族 一个是金钱 还有就是奢侈 还有就是战争 和平的时候 他们享受 战争的时候 他们因为没有钱 只好抵押模仿和地产 但是贵币经济产生了 贵币经济一旦产生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城里的资本家 城里的双人 就从贵族的抵押的地产里面 获得了很多钱 也就是说 货币经济深入到农村 把农村的那些贵族搞穷了 传统贵族搞穷了 所以呢 我们说新兴的权贵贵族里面呢 第一部分人就是原来的贵族 第二部分人是农村来的 也就是有些人穷了 有些人富了 那么你知道在农村里面 有钱有势有声望的 那些大地主 现在被吸收到贵族的阵营里来了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 他们本来就是城里的大双人 银行家 他们有钱 可以用钱去买一个贵族的头衔 他们也成了新兴的贵族 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呢 我们看到城市的情况 城市里面啊 它是分什么 当时的城市呢 有的只有几千人 有的是两万多人 有的呢 有到了那个十万人口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给他个名字叫做都市化 城市都市化以后呢 城市里面就出现了显贵家族 这是城市的上层 这批人是显贵 虽然他们市民出身 但是因为搞国际贸易 搞销售 他们有文化 他们成了城市的统治者 或者我们换个名称 我们叫他城市贵族 这部分人现在也加入到贵族的圈子里来了 比方说在意大利有个美帝级家族 在德国一个福格尔家族 美帝家族后来成了公爵 福格尔家族后来成了伯爵 他们又不会打仗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贵族呢 他们有的是钱 有的是关系 有的是管理经验 他们还有银行企业 这样一些人呢 就渐渐的加入到贵族的阵营 这样一些人本来没有贵族血统的 所以他们要用钱去买一个贵族头衔 买土地 说贵族是靠土地吃饭的 那我把你土地也买来了 或者说贵族是有头衔的 那我把你的头衔也买来了 这批贵族有双人出生的 有银行家出生的 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新贵族 新贵族实际上是贵族当中的 一个进步成分 为什么呢 他们第一会搞政治 第二呢 他们有的是统治的经验 第三呢 他们是搞国际贸易的 世界各地的联系 非常看得清楚 第一是他们有文化 第五 他们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 这么一来呢 就是在贵族里面的新贵族呢 实际上是有文化的人 和那些没有贵族 只有特权的旧贵族呢 他们是一些没文化的人 我们不是说他们是一些 只会打仗专业的骑士 业余的法官行政官嘛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呢 我们至少看到了权贵贵族呢 实际上有三部分人组成的 一部分是原来的老贵族 一部分是在农村发家支付的人 第三部分是在城里 掌握城市财富和权力的那些大的显贵家族 这三部分人就组成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的权贵贵族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工厂族呢 也有 因为有些是企业家 他不是银行家 我们知道在亨利巴斯英国呢 有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工厂族 这个人居然有两百台机器 雇了两百个男工 两百个童工 一百个女工 两百个杂工 够了亨利巴斯就是英国的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 他呢 这个时代呢 应该说在 一世 应该在1500年前后 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呢 她是在25岁的时候 也就在1558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继承皇位的 所以他的父亲的时代呢 那个时候有一个工厂族 他就两百台机器 过了多少人呢 雇了两百两百五百七百 雇了七百个人 七百个人里面有两百个男的 两百个小孩 两百个女工 两百个杂工 规模已经不小了 而且同工已经用了 所以城市中的新贵族呢 是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挤入贵族行列的 紧接着他们的贵族地位 也获得了国家的认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皇权在薛平 地方格局的贵族的时候 是得到他们经济上 一个叫做新贵族 一个叫旧贵族 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 但是他们已经共同构成了一个叫权贵贵族的集团 这种权贵族的集团呢 就可以参加很多精英分子的俱乐部 就可以使得一个国家里面最有钱有贵族的人联合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可以挽救那些没落的贵族 那么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这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和传统贵族之间的一个结盟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农村的大地主 这样一部分结盟呢 就把原来的关系给打乱了 因为我们原来的关系我们怎么说 说原来的关系主要打仗就是贵族 我只要我武功好 我就会打仗 我就贵族 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更重要的 要提倡你有没有贵族的生活方式 你有没有贵族的风度 这种情况呢 它取决于两个社会要求 社会需要 一个呢 当贵族走向没落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当官僚 官僚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官僚要有文化 官僚至少会写字吧 官僚至少会写报告 官僚至少能够做一些政治的管理吧 所以呢 贵族必须学文化 这是一个 这是从社会需要来说的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成了一种 你贵族地位的象征以后呢 你也必须学习 否则你不会讲拉丁语 你不会唱小夜曲 你不会写诗 那你就在贵族的圈子里面 被人鄙视 所以呢 我们说贵族学文化 是被迫的 一个是在内部集团也需要 一个呢 是他们当官僚需要 这样呢 他们就要学文化 所以我们说呢 在权贵贵族的时候 那个歧视风度呢 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歧视风度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贵族有贵族风度 其实有歧视风度 歧视风度要做什么呢 歧视风度首先 就是要能够自律 做每一件事 都不能违背 一个贵族的行为举止 他们规范 贵族的行为规范 处处要表现出 一个贵族的风度 抗慨 优雅 热情 所以就是带人接物方面 你走路的样子要和人家不一样 你说话的样子要和人家不一样 你一定要很热情 你要表现出你很有学问 虽然那个歧视实际上 不是很有学问 但是也要学 因为歧视风度是他们社交 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会 你怎么当歧视呢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要表现出他的忠诚 他的勇气 等等的修养 还要他们能够社交 能够写爱情诗 能够背诵一些浪漫的文学片段 还要能够下棋 还要能够体育竞赛 所以呢 骑士起先不大会做这些事 所以他们经常在各个方面 进行体育比武 体育决斗 那么这人呀 是他们从外帮装 开始来培养骑士风度的 那么骑士风度的核心是什么呢 据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叫做那个 Joseph Strayer的分析呢 骑士的那个风度的核心 就是对宫廷文化的 和大贵族文化的 一种生活方式的模仿 所以有两种东西 一个是国外的宫廷 一个大贵族的生活方式 骑士的核心 就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模仿 也就是说 当一个骑士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要懂得一看这幅话 就是最好的话 你说的言语一定要很悠扬 你要会说几句拉丁语 然后呢 这样一种生活呢 绝不是原来打仗的 骑士的生活 而是大贵族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 和与战争频繁 处境危险的 12世纪以前的贵族生活相比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12世纪以前 那些贵族的儿子呢 也往往要去学习 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 他们主要是学打仗 那么他们就是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伯爵 那么我的朋友在另一个上当伯爵 那我就要把我的儿子送到他那里 在他那里呢 向他学习武功 什么时候送过去呢 10岁左右就把他送过去了 所以呢叫boy 他那个去没地位的 虽然他的父亲也是个伯爵 甚至是一个贵族 但是到那边要从头来起 他就在那边开始当人家的 当人家的那个小孩 然后呢 跟着那些所谓的骑士们 武夫们一起的吃饭 一起的工作 向他们学武艺 当时呢有一个城堡 一般一个贵族的一个城堡 那么在城堡下面呢 一般是分两城 城堡的上城呢 住的是贵族的一家 比方说是领主一家 领主啊 他的夫人啊 他的女儿啊 一般住在楼上 下面呢 一个城堡的下面呢 就是住的所谓的骑士 那么所谓的骑士呢 年纪都是很小 年纪嘛 可能就是十几岁到四十岁 这么一些人 那么这一些人呢 一般的下面 城堡下面呢 是当中生 冷的天呢 就是生起一团火 然后生起一团火 周围呢 就是扑一些稻草 那么那个守卫的人呢 就睡在那里 那睡在那里嘛 他们就在下面呢 讲讲笑话 那么负责守卫 那么那个其他地方来的 那个小孩呢 也跟着他们一起 楼上呢 却是贵族一家 贵族一家里面呢 打仗的时候 要他们一起打 实际上贵族对小孩的训练 就这么训练的 这里面贵族对小孩的训练呢 是男女有别的 小孩怎么训练呢 如果是儿子 那就把他送到其他贵族那里 去学习 主要是学武功 如果是女儿就关在家里 关在家里呢 就要请当地最有名的艺术家 来教他画画 最有名的文学家 来教他诗字 最有名的那个音乐家 来教他音乐 来教他跳舞 所以女儿呢 也是贵族的女儿呢 也都学些优雅的技艺 否则就嫁不出去 所以呢 贵族的女儿是 往书女方向 来什么 来培养的 但是这里很好玩的一点呢 就是这些书女啊 他培养了很多书女 一旦嫁到其他的贵族 成了什么伯爵夫人 成了什么骑士夫人的时候呢 他的性格就变了 他在父亲家里生活的时候呢 他完全是按照书女模式来培养的 但是一旦到了出嫁以后呢 他就变得非常粗鲁 他要学习武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个妇女呢 她是在男性的世界里生存 下面那些 下面的骑士呢 都比较粗俗 不懂文化 动不动就动手动绝 贵为那个 而且说些赞美她的话 所以她为了和那些骑士们打交道呢 她不得不变成一个脾气非常暴躁 那个办事非常狠的 这样一种女家们 所以有人专门研究 那个贵族女儿 变成贵族夫人以后的性格变化 以及生活习惯变化 发现呢 那个在她当女儿的时候呢 她是一个淑女 但是一旦嫁人以后呢 就成了一个什么 不能说她们母老妇 就成了一个什么 就成了一个那个女强人 所以呢 这个就是对女儿的训练 女儿的 version 她们在这集中 请不吝点赞美丝 请不吝点赞美丽 感谢观看